平安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目前已经录制完毕 通过这张专辑 歌迷将会对平安有一个新的认识 就是他也会唱摇滚 其实之前 平安就推出了一首摇滚风格的单曲 独唱《试水试场》 不但转变曲风 平安最近也在积极健身 打算来个脱胎换骨 平安参加的歌唱节目 今年也将向歌坛输入大批新鲜血液 平安这么努力突破自己 也是因为感受到了压力 很快就会有些新歌手出来 这个对你会造成的压力吗 当然肯定会 就像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 就像是一种长江后浪推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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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